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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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李云龙围攻平安的时候 行智博提出要确定一点为主攻方向 其他的则设成阳攻点 以此来分散日军的注意力 但是他的提议又一次遭到了李云龙的反对 李云龙把阳攻点改成了主攻方位 这么一来 敌军就被李云龙带领的独立团给击溃了 在战事结束之后 要去养伤的李云龙就把独立团交给了行智国 他认为 行智国有很大的军事能力 如果能打破死板思维 懂得变通的话 那么会取得更大的军事成绩 在那之后 行智国还在剧里出现了几次 一次是和丁伟等人喝酒 和他们一起就当前的局势 进行分析 另一次是和楚云菲商量战事 从这两次之后 行智国在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升为副师长的职位了 在独立团里面 不管是李云龙这个领导者 还是下边营的营长和兵士 除了行智国以外 都和他的脾气一样大 但是 能和他能力不差上下的 也只有行智国了 所以 在当初平安战事收尾的时候 李云龙就让行智国去全权处理 在他受伤养病的时候 也一直是行智国在带领手下的部队 虽然在剧里 行智国并没有立下什么战功 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实力 就像当初攻打平安县城的时候 李云龙因为战伤和多日的指挥 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 在这个时候 正是行智国带领了部队进攻 并且消灭了县城外围的日军 拿下了县城的敌军阵地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行智国的军事能力 不逊于李云龙 他的规矩战术有时候也是一种优势 和李云龙的军事计谋联合在一起 才能让独立团营得多次的胜利 所以他才能得到李云龙的信任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指挥能力 获得了重将的赞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